新迪士尼的新园区 梦幻全乡对外开放 第一天就挤进大批的民众 大排长龙 这个区域由冰雪奇缘 魔法奇缘 还有萨菲侠 三个主题组成 场景神还原 仿佛一秒就进入电影世界 游乐设施里头的爱莎公主 栩栩如生 也让粉丝超级感动 凌晨五点半 民众吵着园区狂奔 挤着排入队伍 人山人海全是为了她 东京迪士尼海洋的 第八座主题乐园 梦幻全乡正式开幕 分成冰雪奇缘 魔法奇缘 小飞侠 三个主题 四个游乐设施 一进去就能看见 电影场景完美还原 冰雪奇缘的城堡 魔法奇缘的高塔 小飞翔的海盗船 造极细致 仿佛让人穿越到 电影世界中 游乐设施的演出 人偶模型 更是栩栩如生 看着爱莎鞋妹互动 动作丝滑 不带一点机械感 让粉丝超感动 还可以去主题餐厅用餐 坐在城堡享用美味 魔幻全乡耗时五年 投入3200亿日元 是开业以来 最大规模的开发案 首日开放就爆满 进入得在官方APP 抽取免费的预约等候卡 再指定时间段入场 虽然没有限制停留时间 但离开后就无法回头 日本物价高涨 主题乐园门票也跟着涨价 但去年销售额 却创下历史新高 专家指出 主题乐园仍有许多潜在需求 而且每位客人 买很多消费额大幅提升 因此让乐园